前一阵子和大家聊棚改的时候说过 如果三四线城市棚改按文件走的话 大概是要持续到2020年 但是在实施过程当中看执行情况 政策也许会有变动 果不其然 最近长春就开始有变动了 他们把之前的棚改货币化 安置房奖励政策给取消了 展开聊聊这事 先说一下长春现在的政策 两点 第一点是取消棚改货币化 安置奖励 第二点是鼓励被征收人选择房屋安置 说白了就是之前鼓励大伙拆房拿钱 这个为什么鼓励大伙拿拆签款呢 之前也分析过 一是为了去库存 二是重口难调 安置房在楼层朝向地段的方面 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 所以政府也愿意拿钱 让大伙去挑自己满意的房子 怎么鼓励呢 多给钱 多给拆签款的10% 现在鼓励什么呢 拆房换房 具体怎么鼓励还没有说 但是可以参考一下 长春绿城区已经有的类似奖励 也是两种方式 一是多给20%的房屋面积 二是把奖励面积折合成现金补偿 那为什么现在要收紧 盘改货币化取消奖励呢 我个人认为有两点原因 首先现在的房价过于火跃了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7月份70个城市 房价涨幅数据当中 长春7月份同比涨幅10.3% 属于过快上涨的城市行列 其次啊 目前长春的房屋去库存周期 是16个月 已经接近了12个月的正常线了 一般认为12个月的去库存周期 是供需相对平衡的 16个月的去库存周期 是接近工序相对平衡 收紧棚盘改货币化 是为了防止出现 顾不应求的局面 接着说 其他城市会不会跟着收紧 其实在长春取消奖励前两天 胡和浩特已经叫停了 盘改货币化 安徽马安山也说 要严格控制货币安置化比例 尽量选择拆房换房 盘改计划是会继续走的 但是盘改货币化 我觉得是走不下去了 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点 全国房屋库存所剩不多 去库存的目的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全国城市去库存周期 达到两年的也就六个 比方说中山厦门 差不多都是两年多点 最低的像惠州杭州 只有两个月多几天 第二盘改货币化会助推房价上涨 目前全国范围的高房价 也需要收紧盘改货币化政策 第三 收紧盘改货币化是非常符合 房住不吵口号的 有助于打击投机者潮房 玉岛 8 7 9 10 10